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注视气候变化问题,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因对气候变化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比如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物效应,发展绿色交通等等,努力降低是温室的气体排放。 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认知旅行国际责任,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突出并且积极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提出创意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在创意致死之中再次就促进绿色发展向全世界做出了成功。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再次举办本次大会,意义特别重大。 本次大会,选择在美丽的路道下。 下门进行,亲爱的朋友们,下门是一座高颜值高素质的城市。 在这儿,有音乐,有海景,有美丽的风气,当然,还有对于气候变化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接下来时间,同样看见大家,又最最热心的掌声, 有请本次大会主办方代表东北亚世界总部福建省总部代表蔡明座议长,登台之森。 最终本次大会主办方代表蔡明座议长, 展开时组织世界总部的 chorus, 郭彥隆主席 尊敬的各位議長 嘉奔們 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 客俗 貴廈門 八門 通西行 首先 國警代表IOWGCA 第十三屆世界麗色氣候大會 暨國際主席 世界麗色氣候機構 東北亞世界總部第二次最高理事會主辦單位 福建的總部全體工作 仍然歡迎全國隔地 麗色氣候大會代表光臨本期大會 歡迎大家的到來 這期會議的主題是 實踐麗色技術 探索依看未來 既在推動全球綠色氣候行動 促進可歧視性發展 2020年 習近平主席 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發表重要講話 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 中國將二氧化碳排化 一二零三零年前達到碳達方 努力爭取二零六零年前 實現碳中和 強調樹立 並應共同體意識 和合作共有的理念 改革改善全球紀錄提示 樹立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 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加強國際合作 近年來 在習近平主持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中國實際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 堅決落實碳達方碳中和的目標 應對氣候變化 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效 近2021年 啟動全球覆蓋溫性氣體 規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 有效發揮了市場機器 對控制溫性氣體排放 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創新作用 其心深化綠色金融創新 完善綠色即可認證提示 積極參與相關名義的國際標準 深化綠色金融國際合作 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 加快綠色低碳延期的建設 前面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提示 中國通過大力推進綠色發展 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強度 比2005年下降超過51% 新能源汽車產量穩積全球第一 保有量超過1800萬輛 佔世界一半以上 深入推進能源革命 規劃時能源裝機 佔比提高50.9% 前面停止新建境外 南美電廠 供應全球50%的 風電和80%的光輔設施 積極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 安排應對氣候變化藍藍合作 裝向基金超過12億零米幣 激其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提升 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為全球自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23年第三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 習近平提出中國機器高級量 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 提出促進綠色發展 中方將習性深化綠色機械 綠色人員 綠色交通領域合作 加大對一帶一路的綠色創新大會 建設光輔產業對話交流經濟和低碳專家網絡 實現一帶一路綠色投機原則 到2030年為夥伴國開展10萬人氣的培訓 在剛剛結束的阿聯酋迪拜 舉行的聯合國大會 會議各方為了如何進一步減緩全球升溫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議題 展開了討論並既定了相關的行動計劃 理事 鄉事們 今天我們來自全球綠色氣候專家 協助綠色低碳產業的參與者會集一堂 參加第13屆世界綠色氣候大會 共同協識和探討全球氣候應對問題 並付出應有的解決進行方案 本次大會將其以生態文明優先 綠色創新產業發展為理念 為保護好氣候環境提高人類生命 極量 為國際標準綠色技術產品的實踐 構建國際標準綠色驗證認證體系 開創國際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綠色產業國際合作等重大議題 產生這個結議 最後 預祝本期大會 取得圓滿成功 歡迎大家 來到了我們廈門這座全國的生態文明城市 廈門也是海上絲手紀錄的起點 讓我們一起攜手共對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迎接美好生活 保護氣候環境 為地球 增加一抹力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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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 視頻追蹤